外星人是否造訪過地球 一直是一件爭論不休的事 沒人能夠給出一個確切的證據 但是對於那些相信天外來的人來說 秘魯的納斯卡線遺址就是最大的證據之一 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所謂的納斯卡線條是坐落於秘魯南部的納斯卡荒漠山 當飛機在上空翱翔時 那些銀石和沙子原本單調和蒼白的一面就會褪去 巨大的白色線條開始在沙漠中縱橫交錯 形成各種幾何圖案 梯形 直線 矩形 複雜的還有蜂鳥 蜘蛛 猴子 貓等 這就是有著2000多年歷史的納斯卡線 漫長的世界裡 當地人完全不明白這些線條是什麼 只是隱約的知道這裡有一些歷史勾取的道 1900年初 這個椅子被考古學家發掘出來後 只是做了些單純的考古研究 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 直到飛機的出現 才得意從空中一窺全貌 1939年6月22日 學歷系統專家保羅科首克博士 乘坐飛機沿著納斯卡平原上的古代銀石系統飛行 當他飛到了高空湖看地面時 才發現沙漠中的這些線條 竟然組合成一個個巨大無比的圖案 有很多看起來像是機場跑道 或者是對於飛行器降落的引導標誌 這個消息已經發佈 立馬轟動了整個世界 各國專家分任而來 發現大部分的線條和圖形 都分布在秘魯南部的一塊200平方公里的地域上 這些圖案十分巨大 在地面是完全無法明白這是什麼 只有在300米以上的空中才能看到全貌 如果你在地面上 它們只是一條條不規則的坑紋 根本無法得知這些不規則的線條 所呈現的竟然是一幅幅巨大的圖案 目前共發現了成千上萬這樣的線條 線條組成的圖案大部分都是動植物 比如體現超過300米的蜂鳥 超過100多米的猴子 甚至還有些圖案超過了8公里 這些圖案中只有突舊是當地的物種 其他動物 比如亞馬遜荷豬 猴子 鯨魚等 似乎與寸草不生的荒漠各個不如 還有很多不能辨別意義的圖案 有人說是外星人 直到現在 納斯卡線條組成的圖案還在陸續被發現 因為在漫長的時間裡 很多圖案都被封殺掩蓋 線路線已經採用衛星和AI解析篩選查找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發現 這些線條的歷史有2000多年 是將地面刮去數厘米露出下面的岩層形成的 線條平均寬度又為15厘米 雖然縱橫交錯 但形象生動無比 看起來就像是一筆發出了 人類做任何事情都是帶有目的性的 不可能閒久無聊做這麼巨大的工程 2000多年前就算要做到這樣的工程 也是需要耗費大量的人類物類 關鍵是做出來後 在地面上是根本看不出來的 這一塊區域又是平原 並沒有制高點 除非從高空虎看 不然根本不明白這是什麼 製作這些圖案的目的就讓人產生聯想了 會不會是給某種地法無名的標記呢? 納斯卡附近 童年代地層發掘的許多牧場中 發現了許多怪異拉長的頭骨 這種頭形的腦容量會比我們的大很多 正常的人類也不會是這樣的頭形 有人說是故意拉長 但是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 總有某種好處讓人看見 才會是產生這種行為的動機 結合附近納斯卡線條的存在 似乎和某種學習 崇拜聯繫在了一起 就比如鑽仙竹 看到哪個明星髮型很酷 於是就想自己也弄個裝癖 2017年 在納斯卡線條附近的洞穴中 發現了兩種木乃伊 一種長頭骨 手指腳指只有三根 但是結束更多 TNN的對比只有部分和人類相似 一種生產矮小 骨骼結構和人類完全不同 很多國家的專業人士都進行過研究 油管上還有關於此事的專門紀錄片 但是這裡實在不適合想他們 一些信息的披露都會遭到和諧 有興趣可以看油管的可以實現我發地址 這些東西都不得不把納斯卡線 趁著天外來個散策 1930年 瑪利亞雷奇來到秘魯工作 把醫生動線給了納斯卡線條的研究 他在1940年代中期發現很多線條與太陽的字體連成一條線 並且發現更多與太陽循環週期之間的必然連結 1977年出版的《沙漠中的奧秘藝術》中 認為這些直線代表了星系的運動 螺旋代表螺旋狀星系 而那些動物圖形則是星系、星團或者星座的位置標準 納斯卡線條就是星圖 具體的作用我們不得而知 但這些需要在300多米高峰上才能看見的圖案 顯然不會是給地面散了的類看的 不管各種線條作用的科學解釋 都無法解答我心中的疑惑 你呢?